他們就說基本上這種屋頂是最好的 尤其是種水生植物 對種水生植物的人而言 因為屋頂它的那個 日照夠 那相對來講 它使用的機率又少 所以你讓它來種水生植物的話 反而它水生植物會長得很漂亮 那你下面反而又會有遮蔭 然後又可以蓄水 就很多功能可以適合 你的意識是說這個瓶的上面是有種水生植物啊? 目前沒有,它很想種 它只要把它堵起來就可以種了 然後有人是說 在上面做一些觀景平台 然後這邊遮起來用木棒做 嘴巴的時候你就可以直接平行的 看到旁邊的鳥類 它是用碳上的東西 它是用碳上的東西 這個很快就很像是 丟棄是三千塊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漲價 所以以前常會有遇到一種狀況就是 人家就是 你叫我幫你處理飛機 OK我跟你講嘛 我跟你說我三千塊就可以 然後我就跑了 欸我知道這邊有這個地方 它就車開進來 然後找一個地方 它只要把後面車頭一掀 放掉它就走了 然後它就現賺三千塊這樣 所以這東西其實 比較大的意義是要防止那些 大型車輛進來行到一些飛機 可是還是會有啦 像旁邊那邊有遮蔽 我不知道它那個可能是 比較努力吧 它想算是三千塊 它就是停在這邊 然後把東西拖到那邊 旁邊水溝灶這樣 欸請問一下現在好像 如果這樣的話你去 告告關好像 沒有人要理我 真的嗎 你下次把它錄起來 知道軍方最好處理的是什麼嗎 基本上你跟不同的團體 有不同的講法 如果基本上你如果碰到軍方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再不來處理 我就找記者 要不然我就帶一群人到你 國防部門口去 絕對隔天就會有人來幫你處理 可是通常就處理那一次 軍方最怕的一件事就是 上報 上新聞 你們聽到那個聲音 猜一下什麼東西在叫 很像很像 慘哪 什麼慘 哪一種慘 這我就不知道 我只知道是慘 只是那種夏天那種夏慘 那個日 是嗎 你說是那個慘嗎 還是什麼慘 慘 夏慘 不是欸 不過我跟你說這隻蠶櫥在叫你 蠶櫥在叫啊 蠶櫥在叫啊 我跟你講他的蠶櫥 比台北樹蛙還漂亮 你有照片嗎 有 就算了 這蠶櫥還會爬樹 蠶櫥會爬樹啊 你有照出來嗎 真的有啊 你知道我第一年的夏天就是 幾乎整個晚上就到處 帶著一大堆人 然後就 他的相機到處照看 他是 他的證據名稱叫 中國樹材 然後他非常漂亮 他跟那個 開北樹蛙蠻像 就是整個都是綠色 可是他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眼睛這邊有一條過眼袋 一條金色的眼袋 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呃 網站上游 你知道到我們的部落格 然後連租去 現實上這已經 目前輕微我們比較少在拍 一隻青蛙最早拆過 如果算裡面總合起來 一隻青蛙最早上天上到 裡面人拍這樣子 這個彈藥褲的樣子 跟別的不太一樣 是嗎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看到 那個洞穴式的 嗯 我們等一下走到旁邊去 他上面整片都是 然後以前會長芒草 那夏天的時候 這邊旁邊會有一整片的 那個野牡丹 不是紫雲牡丹喔 是野牡丹 是真正的野牡丹 是真正的野牡丹 那你如果下 呃 早上早一點來的話 這邊 大概有上白癡吧 旁邊那邊樹上 大概有上白癡的那個小鳥 呃 抬頭翁 綠袖眼 然後 風水黑飛 就不知道是他 什麼星星下 那邊 還有那個 那個 他的那個笑聲 就是這樣喔 你也很驕傲 很驕傲 我還就試你 我還就講 我還就講 然後他點真實給你 找 試一下吧 一張 非常非常好吃 可以 甜的嗎 酸酸的吧 野生的果醬非常酸 甜的 甜的 這可以做果醬 這是什麼 是不是野生 是不是女孩子的醬 找我朋友 站了兩個小時 野生 然後做了這樣一小瓶的果醬 誰要試試看嗎 味道非常讚喔 欸凱兒 你其實是很驚呼 其實不等很久 我 要試試看嗎 味道很棒喔 呃 紅色會酸 黑色會比較甜 可是他的味道非常非常地恥 他可能會吃下去 有點怪怪的 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他趕快去摘 那我們上禮拜是怎樣嗎 上禮拜有人去咬 咬一咬之後 發現還不夠做一瓶果醬 結果結果我建議你們用栽的 會比較等 用栽的啦 下一個就是我了 哈哈哈哈 這邊有 這邊有 那是黑色的 啊 他掉下來了 哇 那可以吃了 你像碰他叫他就走 可是他掉到地上去 是嗎 有 真的 我連學話就有 哇 基本上比較不好 為什麼 風流 風流 所以以前錢不值三後不值六 明信喔 基本上我家以前全部都有 然後我家全部都砍掉了 蛤 那是樹齒的嗎 嗯 嗯 那是細節 還有 那是細節 那是細節 還有 好嗎 好嗎 我看還是 麻煩是會開喔 麻煩是會開喔 麻煩是要這樣 這個建築非常重要 在野外摘到火子之後啊 這樣塞就好 那你如果要咬的時候 要非常注意 我每次晚上帶人家去做夜觀啊 就是看著剛才拍那東口樹殘啊 然後我們是進竹林裡面 然後一個小孩子 他大概這樣子吧 然後進去裡面 他就聽到那個樹上有樹殘的聲音 我就跟他講說 有那邊有一隻 結果他 一個 應該是反射動作吧 他就很習慣的 反手就抓著那根竹竿就猛咬這樣子 然後我蒼狼就 差點嚇傻掉了 因為竹林裡面基本上 蛇蠻多的 尤其是青竹石 所以基本上 搖樹的時候 慢慢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 下面有人的時候就猛搖這樣子 他一搖的時候 大家旁邊一群人就瞬間傻眼這樣子 怎麼會發現這種 可以拍的生物之類的很多 可以當入門的 入門學的一個蠻不錯的地方 我們有幫這邊的蝴蝶做一個比較完整的紀錄 還有小村 小村最近比較不方便 不然小村 基本上他只要每個禮拜六禮拜天 他就是 如果在這裡面看到 有一個人 背著相機趴在地上 那個人 大概有八成是小村 然後他拍照幾乎都一定是趴在地上 你有認識裡面的小村嗎 怎樣呢 兩個 上面有345 好多 789 你們在看什麼 是 上面都是蚂蚁喔 整棵樹都是蚂蚁 真的 好好吃喔 真的耶 滿滿的 這真 螞蟻爬這麼高 可以啊 有這麼高 超偉大的 他比較誇張是說 他除了種蚂蚂蚂 他後來又 又自己做了一件衣服 蛤蛤蛤 那是蚂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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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 人家為了要撿大蚂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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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 然後他們吃是吃他的副主那一塊而已 其他部分不吃 那我只有看到一次我才有暈倒 就是他把那個大蝸牛翻過來放在果上 就這樣子烤 然後當他那個冒泡的時候 他就只放了一點鹽巴這樣吃 所以才是少量 是中國人嗎還是外國人 法國人 是吧 他是阿美族的同胞 是我們裡面的朋友 謝謝 謝謝